今天我要介紹為什麼學工程數學 學工程數學的目的是希望用數學的方法 來解決工程的問題 我這邊做一個流程圖的說明 我們說 我們遇到的實際問題 叫Physical Problem 或是稱作Physical System也可以 Physical Problem,Physical System 我遇到一個Physical System的時候 我希望能夠用數學的方法來解決它的問題 我就要建立所謂的數學模式 第二個框框是數學模式 英文的講法叫做Math Medical Model 這個數學模式裡頭 通常它需要有 所謂的符合自然率的一個控制方程式 叫控制方程式 然後它還需要有這個滿足時空條件的 那個Boundary Condition 跟Initial Condition 給它了 也就是所謂的 剛剛講的時空條件 這個包括邊界條件跟初始條件 這個有另外兩個條件 一個是跟空間有關的邊界條件 另外一個跟時間有關的初始條件 因為我們人是活在時空裡頭 所有的事件也是發生在這個時空裡頭 那這個時空對這個事情的事件的影響 是我們關心的 然後這個控制方程是 其實是來自於一些大自然的規律 像我們工程的人 比較常常聽到的是那個牛頓力學的 牛頓第一運動定律 第二運動定律 第三運動定律 然後還有那個質量守恆定律 能量守恆定律 這些的概念 就是所謂的大自然的規律 這些大自然的規律 我們希望能夠把它轉換成 用數學的方法描述的一個問題 那個會形成我的控制方程式 那這個事件發生的地方 還有這個事件發生的時間 都很重要 發生的地方會牽涉到它的邊界條件 發生的那個時間 會牽涉到它的初始條件 那我希望說這個數學模式 它是能夠找得到答案的 下一個階段就是要找它的答案 好 那目前我們會把那個答案分成四類 第一類是所謂的通解 這個通解的意思是說 基本常數如果還不曉得的話 就把那個有包含基本常數的答案稱作通解 英文的講法是general solution 好 第二個 我們常常遇到的答案稱作特解 好 這個特解的定義是說 如果能夠把那個位置常數 主要是基本常數 基本常數C C關C兔 之類的表達方式 就要基本常數 那些基本常數如果能夠借著 一些 例如邊界條件 例如這個初始條件 知道它的特定值是多少 我就把那個答案稱作特解 好 其實還有一些特別的地方 像那個第三個是奇異解 其異解 其異解 它的英文是 singular solution 就是一些 萬文生意 有一點奇特 有一點怪異的解 通常是那個 數學問題裡頭的那個 漸進線 漸進線的答案 好 第四個答案是那個0解 tribular solution 好 找出來答案是0 就說它是0解 英文的講法 不是0 solution 是tribular solution 那念法 專有名詞的念法不太一樣 這個要講成tribular solution 好 然後 怎麼樣從那個 實際的這個問題 變成數學問題呢 我剛剛是說 從實際的系統 變成數學模式 怎麼樣做這個 第一個框框 到第二個框框的 這個處理 處理它的方式 我們稱作 modeling 模式化 從第一個框框 走到第二個框框 需要做一個 模式化 好 這邊說 這是一個 modeling的過程 好 modeling 我們把它翻成模式化 其實這個模式化的過程當中 我們通常會引用 所謂的大自然的規律 我們也許會引用到 圖目比較常看到的是 牛頓力學 然後加上 流體力學上面常常提到的 質量守恒定律 有時候我們加上一些熱能的 流動的考慮的話 我們需要考慮到那個 能量守恒定律 這個模式化的過程當中 我們說 會引用大自然的規律 會考慮到一些大自然的規律 好 這個大自然的規律 是我們 剛剛所提到的 立足 立足 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就是一種大自然的規律 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這個F等MA 然後還有什麼呢 還有質量守恒定律 這個流體力學上常常提到的 質量守恒定律 然後還有一個常常提到的 能量守恒定律 這個難道熱能的流動 需要遵守那個能量守恒定律 其實我們很多的課程 都圍繞在這幾個 基本的定律身上打轉 很有意思的是說 其實我們國中的時候 就學過這些定律了 國中就已經教過這些的定律 然後高中也教 大學也教 難道這個以前教的不夠嗎 應該是這樣講 其實他們國中的階段 就已經建立了很好的一個 概念 就是很好的一個觀念 讓同學們能夠知道說 力學的部分 是牛頓力學應該要去支配的 去支配它的 然後這個 流體的流動 應該要考慮到質量守恒的概念 然後能量流動應該考慮到能量守恒的概念 那時候只是這個文字的描述得到的概念 然後到了大學的時候 我們需要把這個文字的描述 變成數學的符號 變成數學的符號之後 怎麼樣用數學的話 來描述這些的定律 是我們需要學習的一個新的東西 不然的話它基本核心的部分 其實大家國中就已經都學過了 好 那就像我剛剛在這邊的數學模式裡面所提到的 我的問題會牽涉到空間的因素 會牽涉到時間的因素 這很容易想像的 例如 像我的話 我是生在1960年代 有些人1960年代就屬於那個20世紀 有些人是生在這個21世紀 出生的年代不一樣 生活的條件就不一樣 然後你是出生在美國跟你是出生在台灣 出生地不一樣 後面的那些生活條件也是不太一樣的 地方不一樣 產生的變化 一個是時間不一樣 產生的變化 所以在這個 從第一個框框走到第二個框框的那個過程 那個模式化的過程 你需要考慮到時空的因素 時間跟空間的因素 時空因素的考慮 然後 建立好我的數學模式之後 我剛剛有說 我們希望找到它的 那個答案是什麼 怎麼找答案呢 找答案的方法 是我們學工程數學裡面 花最多時間的部分 雖然我們也會花一部分的時間 來談模式化這個概念 但是如果從傳統這個公正數學 課本上面所安排的內容來看的話 其實花最多時間的部分 是在從數學模式找答案的這部分 就從第二框框到第三框框的這個流程 是最花時間的部分 這個地方我們要學很多很多的解題方法 這邊加一個說明 這邊我需要學一些解題方法 這邊我點了一個標題 這是Solution Method 那這個解題方法很多 以後你們會學到的 像數值分析的方法 然後 這個我們工程數學上所介紹的方法 除了簡單的數值分析方法之外 還會介紹一些 能夠用 所謂的數理推導的方法 用手算就能夠算出答案來的方法 用數理的方法 數學那些基本理論的方法 就能夠推出來的答案 是我們最花時間的 花最多時間要去學的部分 這個Solution Method 很多啦 其實很多 解題方法很多很多很多 我剛剛有說 你可以用那個數理解析的方法 用數理解析的方法 找到我們的答案 也可以用數值跟C的方法 其實還可以用實驗方法 解決工程問題 有很多很多方法 但這個事實上是兩面 或是不只兩面 多面的需要 你可以用那個實驗的方法 用實驗的方法來印證一下 我的這個 所達到的實際的問題 是不是真的能夠找到一個 恰當的答案 適當的答案 是不是真的能夠找到 所以實驗的方法 也是有可能會用到的 然後實驗方法 其實還分所謂的室內實驗 跟室外實驗 然後縮小模型的 跟完全 跟 所謂的 全尺度的 或是二分之一尺度的 那個 實驗的那個模型 好 實驗方法其實還很講究 很多很多細節 好 其實還有很多 如果我們要繼續講的話 其實還有很多 有些人是做什麼 問卷調查 統計啊 就統計方法 所以那個統計學可以用得到 統計學的方法 好 其實太多了 就用點點點 代表還有很多很多 好 大概 我們學工程數學 他會面對這些的問題 那我們最花時間的是 最左邊這一部分 就是Solution Method 解離方法這一部分 是最花時間的 可能佔八九成以上 再學這一部分 好 這個以上大家參考一下